本身患有三高的戴亚莲 在今年五月感染新冠肺炎 进入隔离中心不到一天 就因为呼吸困难被送入医院 因为你欠养 像我在那边住了五六天 每天医生都来跟我练血压打针 还有抽血 每天都做这个动作 也是慈激志工的戴亚莲 在治疗过程中 发情关怀成为一大动力 他们每天都请到 祝福我快快好起来 让我要加油 他真的是如同我们真正的妈妈 所以那时听到他确诊经院的时候 我们全部人都很担心 经历生死大关 康复后戴亚莲对生命有了另一番体悟 我就是体会到 上人所说的 生命就在呼吸间 真的是我感觉到 一口气就不上来 20床 就是这样走了 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 好好发挥 病毒面前生命显得脆弱 除了要做好防疫 一句关心问候 或许将成为他人 在抗疫路上最好的祝福 麦大爱卢一梅 吉隆坡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